我希望你有聽到這個訊息 如果他們肯聽我的話 就變成你站在我的旁邊了 因為我現在我的腿 我自己站不定 我自己站不完 而且我還要穿一個7吋高的高跟鞋 因為我們這兩天排練 跟現場錄製 到了現場我們就要把手機 在門口安檢的時候就要放起來 所以說晚上拿到手機時候 才看到您給我發的信息 說走位什麼的變了 變成我扶著你唱完這首歌 那個時候就完全沒有收到任何的消息 包括現場的導演 也沒有任何人傳達你的消息到我這裡 前天晚上在排練的時候 我還問過現場導演說 如果說我要是在唱的時候 可不可以回頭 或者是有什麼眼神交流 跟可口老師他們說不可以 所以我當場就說導演你討厭我 你去整我 這個太過分了 這個真的太過分了 你要麼就是不要答應我 答應我 就不要這樣子對我 Anyways 現在就知道 這世界有時候 這個世界 有時候會碰到一些非常壞的人 壞心眼的人 哈囉哲鵬 我看我們合唱就是永不失聯的愛 我會唱一個Key 然後請老師試試看 跟原本應該差不多 然後再告訴你喔 那個你應該也認識了對不對 哲鵬 你什麼時候有空 打給我 謝謝 好哲鵬你知道幾點鐘 你記得要告訴我喔 喔 他們不會先告訴你幾點鐘彩排的呀 我的媽呀 這真的是 我們一直在查也 查不到到底是幾點鐘彩排 這個就是有點奇怪 說不過去 沒關係 能夠彩排是個好事 就是 希望他們通知我 還得及通知我 我現在都還 就是 就是對啊 還一直等呢 一直等啊 Anyways 如果 我今天來不了 你不要當時什麼 你唱得非常好 有什麼 不舒服 你就直接跟他們說喔 你的耳機聽的東西很重要 那會影響你 你必須要說出來 對 你必須要 就是讓你最舒服的環境 調到你最舒服的 麻煩一點 管它的 你最重要 你的聲音最重要 所以呢 就是讓你唱得舒服 把那個耳機調到你最舒服的位置喔 好的 那他們一告訴你 要接你出發 你就告訴我 我有個大概的時間 知道 好嗎 謝謝喔 加油寶貝 行的 好多人都去支持你喔 好期待喔 好期待喔 哈囉哲鵬 不知道你昨天彩排怎麼樣 晚上的彩排 沒有人告訴我 你會去 我真的沒想到 我真的 昨天晚上我其實就跟我的舞團隊 真的是 讓我搖頭失望了 我不知道 你會去 我知道你會去的話 我一定會去的 我希望你還是 就是 在這個舞台 感受到 然後 有鞏固到 你該 就是 讓這首歌更加紮實 更加有信心 你都做得對呢 然後就 這個歌就沒問題了 就靠聲音 唱得好 這首歌的前面 我來唱 副歌 也我來唱 整段副歌 因為我聽過了 我唱一句 你突然唱一句 有點怪 所以我必須要把那個副歌要學會 對 如果我真的到時候不行 你就加入 輕輕的加入 幫助我的每一次副歌的第二句 如果 如果會這樣發生的話 我覺得是我應該整個學會比較好 就是那個副歌第一遍而已 然後整個這個第一遍歌搞定了 換一題呢 那個就是整個交給你 我只中間加一點點 feel 一個repeat你的東西 這個節目 是你為主 你是學員 這個其實不是我 是你是主角 我只是來輔助你的人 所以我沒想到這首歌的重要性 只是想一個 終於可以表演到一首很美的歌曲 而且很有意義對我來說 而且我知道這首歌 你一定會唱得很有感情的 這首歌 其實給任何人都可以唱得很有感情 只是唱的程度 你可以感動人多少 我知道你可以 一定可以的 所以我挑選了這首歌 那編曲真的不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的聲音可以感動人 好 今天會見你了 加油 我預先沒有辦法見到你 我真的很希望 就是像我自己的孩子 你是我的團隊 你是代表我 是應該有機會可以之前見到你的 為什麼把我們隔得那麼遠 這個對我來說非常奇怪 我有話想跟你說啊 之前 為什麼要把我們是陌生人 就是你有你的 我有我的 這個都是 奇怪 他們這個節目要這樣做 好吧 但是你要知道 心連心 我在 我在 你什麼都不用擔心 這個舞台就是你的 我在下面 最大的Energy 氣場 在輔助你 我是你最大的粉絲 輸贏在這個節目 一點都不重要 一點都不重要 當然呢 誰不希望自己家的孩子贏呢 我當然 但是 我真的學到了 這個節目 你最重要就是在這個節目 就是你的作品 每一次的表演 而且留下深刻的印象 大動人心 你是那種 你的心會走到心裡面去的 你把你的聲音 走到每一個人的心裡去 讓他們很難忘你 我就希望你達到這個 拿不拿冠軍 這個就是一個bonus 一個特別的加分的禮物而已 其他根本不重要 不重要 你能夠站在這個舞台 在全國這麼多優秀的 你能夠站在這個舞台 你已經贏了 好 最後 記得 站到舞台 我自己呢 我似乎會自我催眠 因為我是那種會緊張 緊張是因為在乎 非常在乎 而且知道這個意義在哪 我會自我催眠 整個人會掉進去另外一個世界 我在奧斯卡就這樣子 自我催眠 告訴我自己 因為我那時候緊張到 我的心快吐出來了 可是我覺得我這樣緊張 會影響我的表現 我不可以啊 我會丟我們自己中國人的臉啊 我是第一個 我是唯一的一個女歌手 站在這個舞台上 我不可以丟臉啊 所以呢 我呢 就一直自我催眠 我是最棒的 這個舞台属於我 我一定要讓全世界的人 看到我們的厲害 我是最棒的 我是最棒的 我是属於這個舞台的 待會兒台下全部都要聽我的 我就是控制這個舞台的 詹鵬 不知道妳有沒有這個手機 如果 我希望妳能聽到這個Message 在這個 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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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失聯的愛 第一變歌 完全就是我自己 你不要出來 等到就是可能差不多時間 譬如說妳足夠的時間可以走到 主堂 開始唱妳那一句 才走出來 我覺得呢 整個戲劇呢 就是在變調的時候 變成妳的Key 妳再走出來 可以走著唱 全場就會鼓掌 就是那種感動 就是從那兒來的 我希望是這樣子 妳能夠走著 一直走著慢慢的唱 好像一個王子出來救她的 她的Princess 像一個王子去救她的公子 公主 像王子去救她的公主 一樣 所以妳看 我是這樣設計的 看他們現在導演組願不願意了 我已經看到說過這個 看他們的配合度 多少了 隨時應變 然後呢就是如果願意的話 他們真的肯聽我的話 如果他們肯聽我的話呢 就變成 妳站在我的旁邊呢 不要分開兩邊 分開兩邊是錯的 因為我現在我的腿 我站不定 我自己站不完 而且我還要穿一個七寸高的高跟鞋 所以呢 我必須要有妳的手 妳的 我撐住妳 可是呢 我撐住妳 我知道有靠山在我的旁邊 我一直靠住妳 但是 我會用我的手 然後我自己會有戲 去往另外一邊看 可是是有不失聯嘛 所以我是一直是 手是碰著妳是對的 所以 希望妳聽到這個Message 妳唱妳的 好好去唱喔 妳是最重要的 妳是主角 所以妳就把這首歌唱好就對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跟现场录制 到了现场我们就要把手机 在门口安检的时候就要放进来 不允许带任何电子产品进场内 然后今天录制也更是 就是根本没有可能说中间有机会出来 因为现场被Q的很乱 然后时间也很赶 所以说晚上拿到手机的时候 才看到您给我发的信息 说走位什么的变了 变成我扶着你唱完这首歌 包括前面的和声什么的也都变了 我看那个时候是一点钟发的信息 那个时候就完全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 包括现场导演也没有任何人 传达你的消息到我这里 所以说我一直都是按照 我前天晚上那会儿 我排练的时候的走位 现场导演跟我说的走位 去演出去演唱 但凡要是我有机会能跟你联系上 能看到这条信息 或者是有现场的导演 就是传达你的这个消息 到我这里 都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在合唱歌曲的时候 前天晚上在排练的时候 我还问过生产导演说 如果说我要是在唱的时候 可不可以回头 或者是有什么眼神交流 跟可口老师 他们说不可以 就是完全得按照他的走位 就是可能你主歌时候 得看到旁边这个舞台 主歌得看到你面前这个舞台 他们说摄像头 会把我们两个人的头像 放到舞台两侧大屏幕上 会营造成一个 两个人在对话的那个状态 所以说不让我看任何的 比如说回头看 或者是左边看这样子 所以说导致这首歌 从头到尾唱完 我都没有看到你中间摔在地上 所以说最后唱完歌曲 我回头看到你坐在地上说 其实我自己心里面也是梦 之后晚上之后 我的家属包括学员 跟我说的时候 也是说您在台上演唱的时候 摔在地上 但是那个时候 我也没有感受 往左边去看 或者是往右边去描或怎么着 因为我担心是 那个时候现场导演跟我说 你可能往旁边撇的时候 那个机位会拍到或怎么样 所以说我在唱主歌的时候 当时排练走位跟我说 让我面向舞台左侧的这个走廊 然后唱副歌的时候 让我面向我正前方 然后再转过去 面向正前方的导师椅的位置 所以说就没有机会去往左右去描去 回头看去有一些交流什么的 一直到最后唱完之后 转过头 我才发现你走在地上 哈喽哲鹏 不好意思昨天飞回去香港 然后跟我家里人在一起 很久没见到他们了 所以没关系的 事情都过了 其实就是导演 导演跟我说好 我们去改原本的安排 然后让你可以辅助我 是导演说的 然后最后让你按照原本的 这个就是 所以我当场就说导演你讨厌我 你去整我 这个是太过分了 这个真的太过分 你要么就是不要答应我 答应我 就不要这样子对我 Anyways 现在就知道 这世界有时候 这个世界 有时候会碰到一些 非常坏的人 坏心眼的人 那我也了解 你其中的合约也是跟 赛心合作 所以他们要说什么 你必须要听啊 年轻人你现在要的就是机会 我懂 没关系从这次学习呢 就是 下去如果 有什么样的 信息 你尽量 去看整个环境 大环境 因为我们彩排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你说了 我需要你 你行吗 行 到时候 你看状况 不要理电视台怎么说 你一直自己观察 凭你的自觉 这次 最终我想跟你说的 你那段 你那他他 忘了名字 那一首歌是唱得完美的 非常完美 真的 全才是最好 其中一个 这个节目就是这样子嘛 黑幕 这个节目就是玩耍嘛 大家都是陪跑 然后他们已经有规定 他们想赢的人 就无所谓 无所谓 所以就是说 留下的 我怎么用心去做你的编曲 花很多时间去做你的编曲 让你有空间去让音乐 去衬托你的声音 发挥到你最好的 每一首歌都可以做一个 非常红的单曲 然后就变成你每一次留下的 都是最好的作品 不只是你的声音 你的唱功 编曲上 也是我的心血 我跟安东老师一起的心血 所以 好多人去帮助你 去完成这个 目标 所以记得也要感谢安东老师 所以 那一天发生了 过去 从那些学习就好了 下次学习就是 Coco老师那一天跟我说的 彩排的时候 说我需要你 你行吗 好 到时候你看着状况 你看着状况 不对 他们怎么样 我也是整个的 躺下来嘛 我才不理他镜头 因为我脚撑不住